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 VIVA 經理模式 上一集我們就賣了哥拿辛力 左閘這個位置又要買個人 但是今天已經轉換截日 這些物色球員就沒有時間 又不知道他們的身價是多少 所以我們只能夠盲報 總之看到這份名單中 有很多左閘都是剛剛進到其他球 包括這個香蘭迪斯 包括哈堅米是外租的 Angelo也是 廢普也是 所以我們唯一兩個可以報價 就是這個Tchenchenko 烏克蘭的左閘 以及這個洛迪 洛迪的話就有解藥金可以順序 不如我們試一下盲報這個Tchenchenko 看看他是怎樣 話說話我剛才讀了兩次英文 為什麼這麼聽起來 有點像粵語千層高 平常大家喝茶有沒有吃的 千層高好像都OK 希望他踢球的時候就不要像千層高那麼遠 好了 又來到office了 Gardeola 夜媽媽 我們是一男一女 那我就直接一點 前戲就跳過 直接就來 1700萬 都不用指望我是給很多錢的 嘩 阿Gardeola 是不是有點喉琴 雖然我說跳過前戲 但也沒想過你是那些一分鐘的男人 直接就答應了 嘖 怎麼辦 不如我們先試一下Lodi 試一下Lodi 試一下Lodi 不急的不急的 就有很多時間 欸做什麼 欸做什麼 糟了 馬體會無意出售這名球員 那沒辦法 一定要買這個千層高 原來我們沒有選擇的 好了 欸進來餐廳 可不可以點一碟千層高吃 吃著千層高 那跟千層高聊天 嘩 這個Agent都很大年紀 那不如你還是持久一點 那輪替的角色當然可以 其實他的能力只有多少 會不會比提亞利 我真的不知道 4年的合約OK 沒問題 這些 快點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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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第一次是我自己開架 糟了 糟了 這次真的是糟了 因為他這個千層高 現在拿多少錢 我不知道 糟了 我只能夠盲捉捉 那 是55,000 真是害怕 我真的有點害怕 算了 65,000 可能真的高了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再找第二個球員 所以真的高一些契袖 我害怕 65,000加上50萬的簽約費用 那千層高就上頭了 對 千層高的Agent都說沒問題 那搞定了 千層高是多少 第七個 1,2,3,4 第八單隱瞞 哇 買了這麼多人嗎 我也不知道 原來他的總評是78 那麼高 提亞利 但是他是22歲 提亞利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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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亞利是22 這樣嗎 可能千層高 可能會打個手法 待會再設定球員 但是我們買完他之後 還有3,100萬 那不如再收拾一下 看看球隊裡面 左閘 不用管 中堅 雖在某個普拉斯 買不出 索基達斯 達瑞雷斯 也買不出 但我們也沒必要再入人 右閘 也夠用 中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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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緣是足夠的 但又不是太厲害 也很重要 兩個翼的話 都有人 史密夫路維 麥理順 這些 總體來說 又不是欠人 如果要買的話 可能我們 中場的位置 再買一個 等我再針針 好了 找了一輪 我就找了這個 柏拉斯奧斯 阿根廷的中場 現實中 我就沒怎麼聽過 這一塊面 應該是針面吧 大家有沒有 那些資深球迷 可以發一下 都可以發一下評論 或者淡落 看到他現在踢的那對球 叫做 盧烈斯 粵魚是這麼弱的嗎 粵魚也這麼噁心 不是應該叫做扭尼斯 但是不管了 先針一針 大哥 我們很少 跟五大聯賽之外的球隊 是針數 所以 這次去到這麼遠 真的有些三譜 不知道阿根廷那些人的文風 是不是純不純撲呢 看看就知道了 他的身價1400萬 那我們當然不會失禮 1500萬 看看怎樣 嘩 他覺得很公平 就加個轉售條款 未來收取了4%的轉售條款 當然沒問題 不用說了 轉售條款這些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要玩多久 這個檔 到時候我們賣不賣這個球員 都不知道 所以未來的東西我們先不算 1800萬 好了 來了 又是這個餐廳 第9單的隱瞞 已經是 看到他只要要求而上場 當然他就是打體寶陣容 跟古恩導師 那些 東拿利 那些欠下位 因為其實我考慮到 斯伯路斯怎麼說 我們是租 始終都要還給別人 所以不一定 不可以當他是我們的球員 沒有解約條款 開門見山 43500元 簽了費加些出場次數 這些我都不會檢查的 免得再周旋 最後一位球員已經是第9位的球員 這個下季轉回槍我們都盆滿盆滿 可以看看 交易這個熱面 看看阿仙奴的介面 看到了 阿仙奴花費了2.2億 賣走了1.6億 賣了不少人 來到轉回槍 剩下10小時 多蒙特布加索基達斯 嘩這個有點誇張 有個吃回頭草 吃回頭草 為何又想買回槍基達斯 我是想賣走他 但最後一天 我賣走他不是說不行 但要確保我們找個人才行 其實我找到這幾個 高美斯和高蘭迪 剛剛轉回賣不到 這個Laklek 朗烈特 我看到 估計的費用有點貴 我們可能買不起來 反而這個泰亞 我們也是買不起來 對 他又轉去萬成 我們也買不到 就得這個阿堅持 阿堅持 可以試一試 但是 都不便宜 那索基達斯 現在的身價才得2300 你說賣5000萬 你真是當多特傻子嗎 但不要管 我現在就是當他傻子 哈 既然來到這個office 當然是 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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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這位GM 又上了年幾 但是 希望他看到我這個報價之後 就可以穩穩穩穩的坐在沙發上 不要下降下來 因為我們阿仙奴的衣無水準有限 幸好他還是坐在那裡 但是這位老人家 他都不是很大手筆 慢慢慢慢的加 我都不是趕時間的 5100萬 哈 對不起 是我浪費了你的時間 是我的錯 這次我不罵人 是我過份了 好了 又是那句 肥婆沒有人爭 不是 肥甜沒有人爭 索基達斯一爭 就很多人爭 這次呢 在愛華頓 馬高斯華 怎樣 我看你是like我 馬高斯華 你是借家衣找我出來聊天 你每次對親我都沒有好東西 這次來居然找上門買人 我信不信你好 阿斯華哥 上次就打落了有些交情 5千萬 很便宜 5千萬 各位觀眾 這條滾油有錢的 不是 金舖 有錢的 真的 如果你有誠意的話 4850 你會有錢嗎 嘩 嘩 不是 索基達斯 打下去真的不值錢 4340 真的 將軍 這樣 這樣啦 唉 真是 如果不是轉回槍 抓什麼人 我...看都不看就賣給你了 不過雖在這個時間差了一點 這樣啦 4600萬 這個馬高斯華先生 唉呀 唉 我也知道這樣會後悔 但我剛才也說過 雖在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們又沒有時間去買其他後衛 沒有錢 要不然我早就買了基達斯 唉好煩啊 好煩啊 又要給一些石頭評論 說我黃糕了 唉 這次轉回槍就關閘了 可以讀一讀 彪王恭喜欣絲智尼亞 去了皇馬 8800萬 然後比真力去了巴塞 伊古華欣去了霸人 泰亞去曼城 迪比去了國際米蘭 其實阿迪比我挺喜歡的 我覺得他的慶祝動作也挺帥的 插一下耳朵的動作 不錯的 京道簡又去了國米 羅曼露尼 去了巴塞 迪尼斯 最佳左閘之一 84平分 去了大巴黎 比斯 去了祖雲 威廉士 去了多蒙特 嘩 謝薩斯也賣了 加地奧拿都 謝薩斯你不是很喜歡他嗎 這樣也不要 山齊士去了利華 霍家去了拿波里 艾斯比利古達去了祖雲 高美斯去了和夫斯普 哥利亞去了拿波里 德士拿去了華倫 JLo去了國米 國米都撿了不少人 佳亞也是最好的左閘之一 今年評分多少 不知道 我忘記了 威廉杜姆去了馬體會 卡拉馬力去了車仔 馬歇路去了拜仁 保定去華倫 拉法去了巴黎 大衛斯華去了和馬 金鵬比去拜仁 魯迪加去了阿比萊 馬天尼斯 有看美職的 上年他也挺厲害 不過不知道他聽不大亂賽如何 班德比克 妖人之一 去了羅馬 羅佛陀去了拜仁 剩下的那些就不讀了 免得了 給大家看9月的日程表 第一天就要打2次 接著有聯賽杯 接著有聯賽杯的比賽 接著有聯賽杯的比賽 接著是下場打萬年 我的計劃是 這場打2次我不打 因為主場這段時間勢頭不錯 所以我打算無異 我打算無異 到這裏 我就看看我們那時候的走勢如何 如果輸得比較多 不如踢一場萬年 最好就是紫紫血 看看結果如何 主場 千層高就守法 柱子獸 看看結果如何 2比2 一般 連勝的勢頭就終結了 哇 6位至4聖 4專4聖第一 OK OK 我看看哪隊球跌 哇 萬成 哇 利物浦 上賽季2隊球加起來 差不多拿成200分的球隊 今個賽季 4輪 即2人加起來 8輪 只不過是拿了6分 哇 這個真是標誌了吧 來到9月14日 哇 在廣州的話 你還熱到瘋了線 早雲就說報價 歐巴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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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美安第一次6100萬 歐巴美安 歐巴美安 對 30歲 是老了一點 但我買的話 肯定不會便宜 總經常又死了 上年我単家已經乘席了 1.15 萬 不過那次是帶巴令買的 不曰 這次 早 魂是否一樣是水魚 Clement Vanguard 差點不要說水魚 但是不是一塊錢 header 不好意思 都是嚇一嚇你 1.5億 1.5億 不是很高 你不動嗎 你是完全不動 又是握茶位錢 那我也不會動 我做人很純樸的 我做人 嘩什麼 我不是眼花嗎 剛才你是6200 現在你變成6100加1%的轉售條款 你是不是當我狠狠 死你就可以了 不是說我不尊敬你 你都差不多一年多 但你還用這些小把技來欺騙我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看不起我 然後客場對著福特 也是全主力的情況 是怎樣 1.0的 但是奧斯爾有個十字車的標誌 糟糕了 看看是怎麼回事 奧斯爾 奧斯爾是這個福古鋼拉箱 兩周 我又記起那句什麼 什麼拜仁來修忌 黃馬福古鋼 還有一個巴塞是什麼 我忘記了 喔不是是黃馬比木魚 巴塞 巴塞忘記了 一個福古鋼一個內收機 反正有 搞笑 這個歐聯盃開打之前 又是乾仔 他又找我了 我發覺你真的很害怕 整天都怕我賣走你 他覺得 要我給他打手法 OK 世界並不會圍繞你而轉 如果我回答這個問題 古鋼導師可能一飛 在30樓跳下去 為了他的生命 算了 算了 我回答了什麼 好像托了他的手肘 我回答了什麼 忘記了 但他士氣是上升的 確實 他這場歐聯盃是打手法的 他其實是第二陣容的隊長 我建議他不用擔心 但面對的對手比較厲害 我們的第二陣容 不一定有這個能力可以應對 看看結果如何 2比2 尼爾遜和薩卡又進 都可以 收貨 剛剛我說到奧斯爾 就受傷 但是這邊 祖雲就說 哎 你受傷啊 你這麼有空 不如我們來談轉會 這麼奇怪 祖雲 他有這樣的癖好嗎 沒問題 可以談一談 其實這段時間 轉會槍關閉了 是很好的 賣走球員來說 我們有時間可以密室其他球員 因為 就不怕太急 買不回來 那 好思爾 就已經是三張東西了 但是 我也不會說 三張東西 那就收少一點 5300萬 祖雲 這位 GM 剛才想說 扔我 這次他又扔我一次 真的扔他的街 很快 喂 加起來 一把年紀 你是不是平時的烹尺 然後 主場 對著阿斯東維拉的比賽 當然是無疑 好思爾 就傷了 上了 斯巴勞斯 2比1 AndyD入球 恭喜他 應該是第一顆 奧巴美安也有入球 踢完這場球之後 我記得我們是 讓我逼一逼的積分榜 先 哇 16分 第一 不錯 第二是 潘利馬夫 第三是 諾蠅治 我看一下 曼城上來了 第七 但是利物浦 哇 利物浦和曼聯 嘿呀 慘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 焦點一下 因為我的老死 阿比萊比石又找我 而且他買拿卡石 第一次去到6300 還記不記得 剛才祖雲的GM 買奧巴美安 奧巴美安88總評 他居然敢死說6200 這樣一對比 你看得出 萊比石真是豪門 就是土字旁那個豪 完全是差得遠 我們之間 一直都是有良好的關係 因為我們傾訴 一般都是晚上的 晚上的話 怎麼說呢 那句叫什麼 那句叫什麼 我想說什麼 啊 突然想不到 不開車了 第一次出駕6300 多一點 拿卡石目前是4600 因為我都比較信賴 比萊比石 8500 噢 我記得我剛剛才想說什麼 我想說坦誠相對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一直在想那個什麼 譚宗Noryu這個詞 不知為什麼我想到這個詞 好奇怪 好啦 萊比石的福價是7000萬 好明顯 這隻壞鬼是還有得按的 我也是降低一點 8000萬 壞鬼 我們再針一針 差不多就可以了 7300萬 7300萬一次 7300萬兩次 7300萬成交 唉 我免得被你的黑人罵 上次索基達斯那件事 就給了陰影我 所以這次我真的 免得再周旋 剛剛我們看到 積分榜的話 我們就贏了 現在的勢頭不錯 所以這場對萬聯比賽 都不打了 然後來到10月份 都沒有強隊的比賽 都是有些歐聯盃的比賽 11月份 都是沒有強隊的比賽 我不是不尊重 李斯特成 11月份 都是不踢 來到12月份 還有萬成和車仔 當然要踢回場 因為隔得時間比較遠 是這樣的 我今年經理模式的進度 會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在評論 會不會玩其他球隊 是會的 是會的 初步的預算 如果我們做完阿仙奴 可能是做萬聯 因為上一年就沒有做到 肯定是有點遺憾 但是以我們這個速度 很快 真的一季很快 如果大家想看到其他球隊的話 都可以評論 我們今集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就跟大家分享 喜歡的朋友 記得還有一句多點支持 麻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